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怡 胡信尔 徐子山 钟嘉欣 陈法拉 他们跟五声一起被称为TVB的最后一波巅峰 这五人有的选择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 有的选择出国读书退圈了 如今看到钟嘉欣也要吸引的消息 想起当年的五花时代有点唏嘘 钟嘉欣近期在香港拍摄 与郑家影马国民主演TVB医疗剧《儿科医生》 接受采访时候说道 这部剧可能是最后一部剧了 也有可能十年后再拍 因为拍戏离开孩子太久 做妈妈后很难抽身 钟嘉欣应该是五小花中演艺之路最顺的一个 也是演技遭受质疑最多的一个 选美出道签约TVB 刚出道的时候TVB是就重点栽培 几乎都是女一或者重要女二的角色 而且人设都相当讨喜 搭配的都是当红小生 但是和其他小花相比 她没有演过龙套 没有长时间的配角生涯 一上来就坐稳了女主角的位置 也遭受了很长时间的质疑 不过钟嘉欣在事业巅峰时期 却选择了结婚生子 2015年嫁给了长自己13岁 圈外一省 长居国外生了宝宝 岁月静好 其实有了孩子之后 钟嘉欣就没有什么事业心了 好久没有拍戏 她的社交平台日常分享 也都是两个孩子为主 算是半隐退状态吧 这次采访时所说的 要暂退圈 粉丝们也早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毕竟这是她自己选择的 希望她幸福 她开心就好 许子山 04年港姐冠军出道 随后签约TVB 早期在一些剧中 饰演一些妹妹角色 傻白甜或者乖乖女 其实不太适合 她更适合气场强大的职场女性 之后找到对陆县 与黄宗泽合作的 潜行狙击饰演律师 和吴中熙合作 法正先锋三 饰演女警 可惜运气差了那么一点点 而且始终没有特别好的剧本 离开TVB后 她热衷于读书深造 半工半读心理学硕士 及珠宝设计课程 也已顺利毕业 2019年12月 许子山宣布退出娱乐圈 定居欧洲 本CHA认为 极流勇退 离开这个光怪陆离的演艺圈 选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挺酷的 就像她自己说的 四者最时送自己一份勇气 陈法拉 陈法拉其实是四川人 川妹子 后随父母移民 2005年也是通过选美签约TVB 早期主持电视节目 后来也是通过一步步配角走出来 拿过两次最佳女配角 她也是在吴小花中 在TVB时间最短的 2013年与TVB约满不再续约 离开TVB后和刘诗诗 胡歌等拍摄 《风中奇缘》后 就暂时抛下事业 选择去美国朱利亚学院 进修戏剧 陈法拉事业心不算重 在TVB的这几年 拍的戏并不多 反倒是和薛世衡拍拖 并秘密结婚 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两人离婚后 放弃香港的事业 选择出国继续读书 充实自己 求学过程中认识了法国级男友 两人于去年结婚 不过也有消息称 她将进军好莱坞 出演漫威电影《杨怡》 TVB吴小花中 唯一一个非选美出身 进入娱乐圈的 她的路显然是 五花里面最坎坷的 1999年就加入 无线电视演员 训练班 兢兢业业跑龙道 十多年才出头 从2003年 智勇新警戒 获得飞跃进步女艺人奖 到2012年 名媛望卒 获得最佳女主角 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成为TVB 迄今为止 唯一的大满贯得主 事业爱情双得意 和罗中谦英戏生情 但是这段姐弟恋 最初并不被人所看好 但是两人却一路走下来 结婚生子 如今看杨怡的社交平台 也是分享自己的幸福生活 胡信儿 选美出道 却被潮视最丑港姐 入行后第一个角色 就是罗嘉良那部 刘金岁月中演妹妹 接着是《无线台》庆剧 冲向云霄中 饰演苏仪一角 后来就是一大堆的妹妹角色 因为外貌问题 一直被攻击 直到和黄东泽合作的 我的野蛮奶奶大爆 她终于一炮而红 也正是因为这部剧 两人也因戏生情 谈了八年的恋爱 参演肥田喜事 为了角色需要 胡信儿就真的增费到 一百三十多斤 在屏幕里肉眼可见的难看 拍完之后又迅速守身 作为女明星真的太贫了 终于在2011年 凭借万皇之王 获得最佳女主角 也成为TVB吴小花 吴小生之中 第一个拿最佳主角的人 同时也在颁奖礼上 将恋情宣告天下 但是不久后 两人和平分手 八年的感情 却没能走到最后 时至今日 还是有很多粉丝一难评 胡信儿后来离开TVB 在内地发展 有过一些作品 还和孙丽陈晓合作过 那年花开月正元 现在胡信儿也已结婚生子 一家四口非常的幸福 但是她没有放弃演戏 产后复出选择参加了 最新热播的导演选 叫真人秀 演员请就威二 凭借亲爱的钟的 村妇李洪琴 获得S卡 也让观众们看到了 事后的实力 现在很多观众 怀念吴小花那个时代 觉得现在的TVB后继无人 但是其实在他们正当年的时候 也是被观众一路质疑 都有说过演技差 长相不好看 演技也都是后来 才慢慢进步的 再加上时代的滤镜 五花慢慢也成经典了 五花时代的早已落幕 个人选择不同 但是希望他们一直幸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圈内娱乐 敬请关注哦